即将在休斯顿举行的2015年归于返乡台湾高等教育展 当地协办单位 经文处教育组及美南中国大专校联会 紧锣密鼓地举行讨论会议 分配安排各项工作 与会人员也认真地反映各项可能的突发状况 期待这次活动圆满顺利 上周五8月28号晚间 驻休斯顿办事处教育组周慧怡组长 及美南中国大专校联会会长 洪良斌及各校友会成员代表 在Tracy G 辟事讨论 为即将在10月1号到3号的2015年归于返乡台湾高等教育展的相关工作 进行分配及讨论 这次将有来自台湾十多所大专院校代表 在教育展现场解说课程及入学的相关资讯 提供在美高中生到台湾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访问团于10月1号将在乔教中心203市举行一场记者说明会 介绍这次教育展的相关内容 10月2号上午安排了教育论坛开幕式 邀请朱金武院士进行专题演讲 10月3号在乔教中心大礼堂举行教育展开幕仪式 随即展开一天的教育展活动 我们10月3号在乔教中心办理的这个鲑鱼反向教育展 我们除了会有这个很丰富的一些课程资讯之外 我们那个各校代表也可以提供面对面的服务 假如说您对这个去台湾学习有兴趣 然后有问题也可以当场就是提供各种不同的咨询 然后提供不同的建议 那我们这次也有去筹募到了很多的奖品 包括这个长荣呢 他会提供摸材品飞机模型 那华航呢也会提供这个折价券 所以这个还有一些提供的礼品都非常的丰富 那我们还会再去找这个曾经去台湾研习的学生来做经验分享 那像去年呢就有那个ShopTown两位高中生在我们台商的捐款之下 去成功大学演习两个礼拜 那这两个学生他们也会回到我们这个乔学中心来 来做他经验分享 告诉我们他在台湾学习的情形 10月3号教育展当天 现场将会告诉您 为何要到台湾接受高等教育的最佳理由 并开放给中外民众免费入场